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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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留 賣11塊 賣 所以這個把他們全部打開來然後就可以來賣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這樣可以賣多少錢 感覺沒什麼錢 7塊錢 好窮喔 還是解任務比較賺 這書是什麼 提升等級用的 使用後可提升等級 可是我按右鍵他不可以使用啊 提升守護者的 守護者 提升你 痾 不對 啊 啊 背包內沒有合適的東西 鎮宇道具也不行 我的媽呀 怎麼完全沒辦法理解這到底要怎麼使用 算了 我們把那個時裝放在倉庫裡 你好 你好 任可依的水根本 喝不到啊 啊 天啊 這個遊戲 吐槽點真的太多了 走 嗚 是熊熊 應該要開始打熊熊了嗎 許得熊平 欸欸欸他是在打我啊 他為什麼要打我 枫葉熊跟小熊 都打都來 都打都來 打小熊 打熊夜熊 呃啊 打熊屁欸好難掉 小熊屁好像比較容易掉 基本上我們還是 站在原地就可以獲勝了 大寶箱 打啊 努力的打啊 努力啊 這裡有個道具 他只要走 都 他這點 點裝備 點寶箱的 麻煩欸 一定要走過去按 附近覺得有點累 控格劍完全沒有用 也不會點 點裝備 也不會 跳躍 好吧 我們要接受 我們要學會的是 接受而不是吐槽 莫名其妙 來啦啦! ㄏㄟ! 來啦啦! 大熊熊真的差不多了 要打小熊熊 多打一點小熊 我要打小熊熊阿! 這隻小熊熊 只有兩隻小熊熊 你這位! 位置! 嗚嗚嗚嗚 6個 其他的頂位阿 這個好像可以喔 最近都是人的 有了有了 滿了滿了滿了 這隻有了 Good Here we go 拿到蠻多的裝備 但都好像沒什麼特別的用處 這一把好像還不錯喔 攻擊力上升耶 裝備 拿到這個 鎧甲所以沒有比較好 感覺這開出來的 一般開出來的都比較弱 所以我們就不用特別開 要打45個鴕鳥 好 好啦 我們邊聊天邊打吧 有點累 嘿嘿哈 嘿嘿哈 現在的online game都是這個樣子嗎 我是覺得 就還好耶 美術真的還滿漂亮的 可是 就是 戰鬥就有點沒有什麼太 特別的 沒有技巧限 那沒有一些快速移動阿 只有這種 繁送 CD又很久 就是比方說可以按一個 Shift劍往前衝刺 做一些閃避攻擊 看這種戰鬥方式如果 有這種玩意兒 感覺就比較好 有點可惜 台灣這個 傳奇公司的遊戲 其實美術 真的還滿厲害的 很漂亮 就是這個 小細節的地方 戰鬥的這個細節的地方 我覺得 對我來說阿 比較還好 但每個人喜歡的不同 好 推 傳奇的古光好玩 我沒有玩過 我不知道 我以前玩最兇的 就是他的 盛進傳說 那時候 戰鬥技巧的性 也是還好啦 其實那時候就 剛好我朋友在玩 然後我玩往六地 尤其以前 都是玩的 會很投入的 所以 好啦 他不知道 打完這一批 再一批應該就好 再三隻 就是你們啦 烤駝鳥 OK 有六 有六 打到足夠的地 啊 又要打又要打 現在 開始就知道 一直在打罐 沒想到還可以啦 因為這裡還滿多人的 外面是駝鳥 所以一直在這裡打 算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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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也打 這樣子獎勵 應該我們兩個都有 吧 嗚 感謝訂閱 嗚呼 一個月啦 哇 那個戰士打得好痛喔 他打一下 直接就秒怪 有點猛猛的 好 我覺得我 好像有一點損血了 損了10% 因為我完全都沒有在躲避 就是 所謂的 站著打怪 怎樣打怪最厲害 欸 站著打 盡量打 欸 來了來了 你在睡覺 搞屁事啊 你這個 藍 藍色的人 這是什麼 娜美人 想要跟你打架會比較刺激一點 來吧 心裡的憤怒 啊 比較好像站著打就可以了 來來來 加油 用力一點啊 看來 看來這樣子打就可以了 都已經十幾等了 完了一個多小時了 還是只要這樣打怪就可以了 好吧 因為我們的那個咧 守護者怎麼 會打倒喔 唉唷 他這樣可以打倒我守護者 他撿就撞 魯拉比 走 尋找魯拉比 早安 你 你 你們也是很活躍呢 我剛剛不是有騎乘嗎 走囉 我來的好快啊 我是覺得有點久了 我來的好快啊 我是覺得有點久了 生命 我就是覺得感覺只要選擇一種就可以 我們就一直往生命之路邁進吧 登登 穿上地 今天也請多多指教囉 唉唷 好可愛喔 地精衛裝 我是地精 你不要跟我走啊 三層大人 你跟我走 這不是 這破功了嗎 我的台一直轉圈圈 還好吧 我看都還蠻正常的 我自己都可以看自己的台 哪有奇怪 哪有奇怪 這樣也可以打喔 嘶 潛能激發 出刺 對上他 小香 中計了吧 我不是間諜 我是你們的夥伴 好好笑喔 克阿 克阿 擊敗守衛 擊敗了 巨人地精 這次沒等著被抬出去吧 要被抬出去嗎 他的巨人好大喔 克阿 補他 用力抓他 我們是你的夥伴啊 你看我那麼厲害 我長得跟你一模一樣啊 你只是比我大隻 比我胖一點而已啊 夥伴 為甚麼不相信我 這...怎麼會這樣 就...就你怪怪的啊 我明明長得跟你一模一樣 你看很不錯嘛 你可是部落第二強壯的勇士 欸~~ 你看他就相信我了吧 買單挑 我們叫做嘎嚕 我們叫嘎嚕 我說你叫嘎嚕 嘎嚕是我上個禮拜剛故事的哥哥 你竟然沒這個都不知道 還敢冒用我最親愛的哥哥的名字 那有可能我跟你哥的名字一樣啊 你一定是人野部落派來的間諜 來人呢 把他給我抓起來言行訪問 還有昨天那個人類 一定要問出他們的目的 我跟你哥的名字叫一樣的不行喔 現在就要去把遠野部落給產為陪爹 小氣鬼 這什麼新招式 是 他講我要生氣了 我們可以恢復真身了嗎 我們可以不要再做這偽裝了嗎 滿是疑問 喔 欸 我們現在恢復了 喔 這新招式 是個爆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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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